大家好,朱春奴 最新消息 廣東省醫療保健局公布 由5月20日起 廣東省新冠檢測價格再次降價 新冠核算單人單檢價格降至每人每份不超過18元人民幣 核算多人運檢價格降至每人每份不超過5元 而政府組織大規模西查常態化檢測的多人運檢價格 降至每人每份不超過3元 而抗原檢測價格降至每人每份不超過6元 相當便宜 同時會提供單人單檢和多人運檢兩種服務選擇 至於發熱緩診患者需要實行單人單檢、原檢盡檢 民眾可以自願選擇單檢或運檢 不得另外收取加急費 而單純進行核酸檢或抗原檢測的不需要掛號去醫院 公立醫療機構更不得收取門診診查費 而民眾自測抗原的不得收取抗原檢測服務費 全省檢測機構統一執行上述標準 疫情以來廣東已先後6次下調核酸檢測費用 無論單檢、運檢都降了 由初期單檢的143萬人民幣 降至現在18元以下 降幅驚人 其實是好事 為何可以降到價呢? 近日廣東牽頭19個省市自治區 一起開展第三輪聯盟大量採購 新冠核酸檢測試劑和配套材料等八大類產品 在原降價的基礎上平均再降42% 最高降幅8成2%再創全國新低 不用猜都知道 澳門的核酸檢測材料肯定是廣東那邊選購在大陸買 大陸的成本降了 沒理由人家單檢降到18元 即是22元澳門幣左右 澳門仍然是70元 這肯定不合理 你材料和內地一樣 我計人工就算貴一點 但也不會貴太多 我覺得70元起碼減到40元澳門幣 才算是有誠意 因為內地公佈了原材料價格 透明度很高 那些部門不要再說 供應商說多少就多少 你不能說 我覺得理由相當牽強 而且這些瘟疫才不要發 這集就看得到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可以掃片給截圖要來吧 謝謝大家 下集見 拜拜